镜头转到内地,今天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大部分人已经告别了休息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岗位 不过南方地区正在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这给仍然在返程路上的人们和上班族出行都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春节黄金周假期结束,上班族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上班第一天,北京天气晴好,气温还是在零下8摄氏度左右 相比之下,节后南方地区天气则没有那么好 中央气墙台的预报显示,受一股弱冷空气影响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阴雨雪天气 未来几天,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地区将维持小到中雨的天气 长江中下游沿江部分地区由雨转小到中雪或者雨加雪 江南中南部及其隐南地区仍为小到中雨 南方连续多日的降水也为大雾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水气条件 福建、广东、海南等地最近都出现了大雾天气,能见度不足500米 由于大雾笼罩,海南机场出现了旅客滞留 贵州中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动雨天气,给公路运输带来不便 气墙台提醒仍然在春运返程路中的旅客 一定要多关注天气变化,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 以免耽误节后工作安排 二位是普京张明,北京报道